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Ann與Lam的頻道 我們今天繼續分享 任劍輝藝術人生 飲姐早年曾經有過一段婚姻 丈夫叫做黃蘇 不過這段婚姻 只是維持了一段短暫的時間 就分手了 據說黃蘇是飲姐的男粉絲 他們相識在1937年 第二年就已經結婚 黃蘇本來有位太太 但因為那時澳門是可以立妾的 所以飲姐算是易妨 而黃蘇一直都知道 飲姐有位好朋友白雪仙的存在 仙姐對於飲姐非常好 兩人相處亦都很愉快 黃蘇一直都看在眼裡 五十年代初有一天 飲姐因為病了 上樓梯都不方便 黃蘇就做了一個決定 叫飲姐搬去和仙姐住 讓她照顧 飲姐早年的藝名叫做任叫好 另外又因為她早年多數演奸角 所以也有一個綽號叫做奸仔好 這些都是很少人知道的 在仙姐之前 飲姐早年也有一個感情非常要好的 她是同性知己隨人心 後來因為隨人心回到廣州 兩個人就佔遠了 1972年10月11日 當時58歲的飲姐被人被控 藏有偽造的英國護照 她向人民入境事務處 承認是在廣州出生 但是她領的英國護照裡 就俄稱是香港出生 在同年的10月28日 中央裁判罰款300元 這些都是記載在 仙姐的自傳裡 飲姐在日常的生活上面 是甚麼都不理 問她鮑魚多少錢一斤 她竟然說500元一斤 她有時就喜歡吃西朝家鄉的小菜 有一款叫豆豉加豬肉片 旁邊就放芋頭絲 有一款是亂豆炒蝦仁 將荷蘭豆剝殼後 拿裡面的豆炒蝦仁 但是她就只是吃豆 不吃蝦仁 問她為甚麼吃雪糕都噁渣 她說那杯雪糕是我 我喜歡吃多少就多少 宵夜她真的挺大胃口 一個人可以吃一條魚 而和花椒季節的時候 一次可以吃九隻 再不然就吃一大碗麵 後來仙姐覺得她肥了 就不准她吃這麼大碗麵 這些都是仙姐的自傳裡有所提及的 飲姐退出粵劇界之後 健康一直都不好 直到1989年11月29日凌晨3點50分 飲姐因為肺癌惡化 在香港跑馬地預所病逝 在年77歲 之後才成立了任白慈善基金 在1990年還重映兩人的告別作李厚主 飲姐的班生起碼有40年以上 中日戰事發生的時候 她已經是正良正處的一位文武生 那個時候她是在廣州十八圖 珍光百貨公司的天台劇場演出 和她拍檔的是小瑤仙 後來又和徐仁心拍檔 小瑤仙在抗戰時期改名陸小仙 光復之後又改名男恩拍電影 而徐仁心和飲姐的感情是最好 他們當時真的出雙入對 就好像今天和仙姐一樣 徐仁心很漂亮 曾經有一位香港頗享有盛語的音樂家 是非常喜歡徐仁心 不過她當然會失戀 因此就不結婚 五十幾歲都還是一個黃老五 當時還有兩間百貨公司的天台 都是辟為遊樂場 珍光公司就只有一台粵劇 由潘布雲主理 潘布雲曾經是地方法院的院長 廣州第一個女律師是她的女兒 她喜歡粵曲 因此就經營了真光天台的粵劇場 不少成名的女幽靈都是出自她的旗下 這就是其中一位 在大新公司天台 主催的是陳皮妹 陳皮妹是薛國仙的女弟子 有女薛國仙之稱 在先師公司天台 為主催的是黃女俠 黃女俠的槍造 都是模仿馬師爭 因此也有女馬師爭之稱 而飲者的師父就是她 光復之後 飲者在香港 靈影界都非常紅 黃女俠就老了 飲者於是就養她 直到1959年 黃女俠病逝香港 她的身後事也是由飲者幫她辦理 這個徒弟真是難能可貴 原來飲者事務事司都可以盡效 是一個一等一的大好人 可惜她有緣送師父中 就無緣送她的媽媽中 因為她媽媽死的時候 她正在越南提案演出 飲者享譽幾十年 這個不可以說不是奇蹟 她是以女性演文武生的戲 趙麗是不應該會受落的 藍花蛋的舞台藝術 何嘗不是 只是藍花蛋已經被時代淘汰了 在女班時代青紅的文武生 趙麗也應該隨著藍花蛋而淘汰 男扮女裝也不再流行 女扮男裝又怎會流行呢 在光復之後 以女文武生之態演出的不止任者一個 先後就有陳皮妹 鄭紹英 靚華亨 梁無相 但他們都是屈屈不得志 飲者不止是青紅舞台 更是青紅銀幕 飲者的戲迷多數是女性 奠定了飲者的基礎的很可能就是她從香港淪陷的時候 在澳門長期演出的新星劇團 當時的文武生是飲者 花蛋是陳艷龍 而醜生是歐陽劍 當時的一出神妻無數非常之邁座 這個時候在澳門住的人 不少是在香港避難而去的富友人家 等到光復回到香港之後 對於飲者就有了印象 這個就是令到飲者得到不少氣迷擁護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 請大家點讚、留言、分享 還有記得訂閱啦 拜拜 文字幕君